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这个泳装赵美名在上次的版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 他的二技能距离增加了一些 而且这个机制也变成技能后长按普攻就会喝饮料 另外在技能后要就像点普攻掏饮料这个动作 普攻也是打不断了 那么咱们看一下调整后的一个实战效果 结束弹加普攻拿得先手 这个人这有一个优势就是你普攻按照节奏打的话 会打出一个无限水边 这样就会进入到一个拉扯的效果 就类似会堵迪达拉的普攻拉扯 你不提升就要一直吃伤害 提升以后我就直接溜走 这边用一技能再次拿到先手 二技能拉一波上 用普攻拉扯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带走了 横过这次调整 这个泳装赵美名只能说是更好用一些 但是强度方面的话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连招出现失误 我们快速截住伞加一个技能把这个带走 接着来看第二人者漂泊配恩 这个漂泊配恩的强度上限还是非常高的 但如果你熟练度不达标 那你可能就直接白给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这个操作 开局先放个二技能 喝个饮料 拿着饮料直接走 放一技能的话 这样就会有一个隐身的效果 他拿了一个手里剑护身迷卷 还好我的普攻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是近身攻击的话 还真不好衔接 继续用无限水边 拉到一几千距离 看你踢不提升 不提升就要一致吃伤害 你如果提升的话 我们有一技能快速溜走 但被卡到墙角里了 被他拿到牵手 我们快速提升 预判一下 你会反向走 那你这不就直接白给了呀 接着来看 虽然剩一个漂泊匪尖 其实这个泳装让美名调整的 一个点券A人 但你要说他的强度 或者优先级有多高吗 其实也就是一个正常水准 这里只是对比的 同样是点券A人定位的一些忍者 他如果跟一些高炸S人 或者A人这样主流阵容比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 对面又进入到 我这个无限水边拉扯的一个阶段了 如果你用这个忍者 打出无限水边拉扯效果的话 尽量留个一技能 这样的话可以快速取消后摇 如果对面不是漂泊匪尖 这样快速突进的技能 刚刚应该是可以直接跑出去了 最后再来看一报应 好了 那他的强度如何呢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